好 接著大家都知道 喝酒絕對不能開車 也不可以騎車 現在要提醒大家 連電動滑板車也不可以 一樣算酒駕 一樣是觸犯刑罰 新北市有名男子 他喝了酒之後 騎電動滑板車去找朋友 沒想到騎到一半 就在路上治衰 還撞到路邊車輛 送一抽血之後 果然酒冊紙超標 被依公共危險罪 判四個月有期徒刑 一顆罰金至少十二萬 警方就解釋了 因為這電動滑板車 他一樣是動力機械 只要酒冊紙超標 一樣會觸犯公共危險罪 男子騎著電動滑板車 經過巷口時 看起來搖搖晃晃 下一秒砰的一聲 連人帶車摔倒在地 甚至波及停在路旁的車輛 旁邊兩部機車被撞倒 警銷到場就聞到濃濃酒氣 趕緊把這名男子送一 果然抽血檢測 酒冊紙超標 換算土氣酒精濃度高達1.037 喝酒後騎乘電動滑板車 以為不算酒駕 但警方說 電動滑板車是屬於 動力運動休閒器材 依倒焦條例 其實是不能上路的 被遠景攔茶開單 最終可以開罰3600元 再加上動力滑板車屬於動力機械 酒測值只要超過0.24 就算是觸犯刑法公共危險罪 最終可以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而這次消息男子喝酒 騎電動滑板車上路 自己摔傷還撞到別人的車 不只賠償之外 還要被判四個月有期徒刑 一顆罰金至少要12萬 不管騎車開車 還是電動滑板車 只要喝酒上路 不只傷身傷財 還吃上行責 華視新聞劉一軍 洪喜宇報導